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学研究者眼里 一个地方出现什么样的蛇 是这个地方生态与环境特点的一块 活指式牌 科学研究者们 对全球各地蛇的种类和分布区域 进行过大统计 截至目前 全世界蛇的种类 大概有三千多种 如果咱们把所有蛇出没的地层 纵向切开的话 会发现蛇最喜欢待在什么地方呢 沿海 沿湖的低地 一直到海拔一千米上下的地方 随着海拔的身高 蛇类的种群数量也逐渐递减 但是在西藏 却有一种名叫温泉蛇的蛇类 生活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 它就像是武侠小说里 隐居在群山之巅 傲视群雄的高人 稀薄的空气 寒冷干燥的气候 甚至温泉里含有的硫磺 都不能下推它们 更奇怪的是 科学工作者们 对温泉蛇的基因序列 进行了分析 发现这种蛇 和全国甚至整个亚洲 其他的蛇类 都没有亲缘关系 这可太奇怪了 这种无亲无故的蛇类 难道是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吗 世界污籍的青藏高原 高寒缺氧 生物种群较少 这样的自然环境 对于变温动物蛇类来说 不仅寻找食物是一大难题 也不利于它们繁衍后代 然而西藏温泉蛇 却在这样接近极端的环境下 存活了数千万年之久 它们独特的生存方式 引起了国内外 众多蛇类研究者的目光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黄松 就是其中之一 温泉蛇它的分布范围很狭小 就限制在温泉和地热周边 不出几公里 所以它生活的好坏 就是高原生境 好坏的一个指示物种 在黄松 温泉蛇 温泉蛇到达当雄以后 主要就温泉蛇栖息的生态环境特征 对其展开了寻找 假日 仅仅寻找地热条件和食物资源丰富的地点 并未能让队员们一睹温泉蛇的真容 通过研究 考察队发现 温泉蛇在高原上的生存 不仅需要食物 还要解决保暖问题 对于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类来说 保暖同样重要 就在即将进入山谷的时候 山脚下 一处处整齐的堆积物 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当地牧民群众做的这个牛粪堆 它这全部都是用自己亲手做的这个牛粪 然后这样扒在墙上面的 可以看一下 这已经晒干了是吧 对 外面这层是要晒干的 然后就是他们每天生活起居 引火烧火的时候 他就会用这个 这些整齐的牦牛粪堆 是当地人囤积起来的燃料 到年底的时候天气冷了嘛 这边又下大雪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用在年底来用的 年底 对对对 然后那边墙上面的 有可能就是临时所用的 晒干的牦牛粪堆 不仅可以充当燃料 还对房屋建筑起到保暖层的作用 可见 无论是人类还是温泉蛇 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生物 都需要解决冬季和夜晚的保暖问题 人类通过取自天然的燃料和建材 找到了简单 而又充满智慧的生存方式 蛇类又将融合应对这一挑战呢 通过询问牧民 考察队得知了温泉蛇出没 较为频繁的几个地点 据科研人员野外实地观察发现 温泉蛇属于骤形性蛇种 它们从上午9点多钟出动的 第一件事就是 趴在石头上晒太阳补充能量 下午3点开始 是它们活动的高峰期 这个时候呢 它们会捕食一些高山窝窝 猎腹鱼等一些小动物 一直持续到日落 其实温泉蛇保持着这样的坐骑规律 是有原因的 青藏高原上的天气呢 一到了晚上 这个气温会急剧下降 来不及回到栖息地的温泉蛇呢 很可能会被冻死在野外 所以呢 那些旁边就有石缝或者是洞穴啊 周围不远就有猎物的温泉 是队员们寻找温泉蛇中气 需要格外留意的地方 行进在西藏304省道上 北侧是一片开阔的湿地 南侧则是藏部区河谷 湖外经验丰富的黄教授 通过山体颜色推断 这个河谷地带地热丰富 很可能有温泉蛇的巢穴 于是队员们跟随专家来到河边 你看这边呢是一片净水啊 那边是流水 无论净水和流水 这里面的鱼都挺多的 高原的鱼类 有鱼是吧 有鱼有鱼 春群的小鱼 还挺多啊 对对对 高原呢它主要是猎斧鱼 裸猎烤 还有呢高原的丘类 还品种很多很多的 青藏高原 湖泊众多 复杂交错的水网 孕育出独特的高原鱼类 其中就包括猎凤鱼 高原丘和裸猎凑等鱼类 它们分布的海拔高度 最高可以达到5200米左右 远远超过了国外生物学家提出的 4800米的鱼类分布临界线 黄松告诉我们 研究发现 除了芭蕾外 高原鱼也在温泉蛇的食谱当中 考察队选择在温泉边等候 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目标 一条蛇吗 哦哦对对 对对一条蛇 头昂着在那等鱼 只见一条温泉蛇迅速地在水中穿行 紧接着它昂首而立 做好了攻击的姿势 然而这些高原鱼类似乎早已发现危险存在 始终与温泉蛇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几个小时后 这条西藏温泉蛇最终一无所护 只好信心而归 温泉蛇的现身让队员们格外振奋 顺着河谷大家开始了进一步的搜寻 像这样的环境就容易能够发现蛇 这里有条小蛇 不到半个小时 队员们再次发现了温泉蛇的踪迹 这个蛇看起来很小啊 对 这蛇也就一岁 一岁左右 它已经过了一个冬天了 你抓在手上感受它身体的那种力度 真的感觉到它已经吃过很多东西了 这个小蛇看起来很温顺的 也不咬人 对 好可爱的 没有毒没有毒 然后这个蛇呢 它是从那边的 它的主蛇窝啊 是游过来的 游过来来找吃的 我们要看到更多的蛇 我们就得涉水过去 黄松判断 这些小蛇的出现 说明河对岸很可能 就是温泉蛇主要的聚集场所 你看我们走到这么远了 走到这么远 就这个地方稍微宽一点 稍微浅一点 那就尝试一下从这儿 走实了 您再往前看看能走吗 刺骨刺骨凉 可能不行 快到膝盖了 快到膝盖了 回去回去 然而 湍急的河水 却阻挡了考察队的脚步 太冷了 这儿不行 这个水温大概就几度 最多十度 嘿 刺银 您好 您好 上去的嘞 上去 上这儿啊 上这儿 师傅等会儿开慢一点啊 四日 考察队求助当地藏族同胞 利用装载机来到河流对岸 在这里黄褐色的石块较多 山脚下还出路着许多温泉的泉沿 这说明相较于对岸而言 这个地点 地热条件更加丰富 下午 随着气温升高 成年温泉蛇逐渐开始出现 这个地方的蛇是很多是吧 对 来 搭建一条蛇 来来来 就在这个水边 它刚才就在这里 应该是在这儿等水 这条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对 这条 昨天的蛇要大 大大 这条翻岁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三点多钟了 这大蛇就开始出来活动了 一条似乎正在休息的温泉蛇 让大家终于有机会 对它进行近距离的观察 四五岁了 四五岁 有风 因为我发现从那边 从这走过来 风往这边吹的 它正好就是大声碰面 然后一边射跳 一边躲避这个大声碰面 抓了我们测量一下 好吧 四岁五岁的样子 你看这两条 是 明显感觉 这有点怕人 它不一样吧 对吧 是 粗度和长度都不一样 对吧 特别是头的大小 头和颈 它区分不明显 它为什么区分不明显 因为它头小 它为什么头小呢 它吃的东西都是小东西 如果有吃比较大猎物的那些蛇 它头是很大的 它肌肉 头骨是很厉害的 所以它都是吃小东西 毕竟你看它口力 还是比较小的 河谷边这段考察 太有意思了 就像人类社会里 大人上班和孩子上学 有各自的时间表一样 不同年级的温泉蛇 也有着各自的作息规律 幼年温泉蛇 为了让自己快快长大 继续更多的营养 通常会比成年温泉蛇 起得更早 这样呢 它们就能够早一点出门 晒太阳 也就早一点开始捕食 成年温泉蛇呢 显得稍微懒散一些 有时候呢 下午才爬出家门 开始觅食 考察队在这片区域里 发现了很多 成年西藏温泉蛇成体 可是黄松教授呢 却显得忧心忡忡的 他说啊 这里的地热资源 虽然比较丰富 但是地表环境却 不太利于西藏温泉蛇的蛇窝选持 黄教授说 在极端的高原环境下 西藏温泉蛇 需要借助温泉的热量 调节自身的温度 当环境温度过低 它们会选择靠近地表 有地热的地方 而当环境温度升高 它们反而会选择 远离地面的石缝中生存 可是眼前这片区域 碎石多 土层厚 没有多余的空间 让温泉蛇栖栖息 这可能让西藏温泉蛇的 数量减少 甚至逐渐消失 这片区域其实都是这种 碎石比较多 碎石比较多 对 它无法形成天然蛇窝 蛇它是不会自己坐窝的 它全部都是借助于自然的 那些空隙和空洞 它在那里找到适合的窝 它不会自己见蛇窝 就是我们中国这些的蛇 它不会的 在沙漠里头有些蛇会 但我们这里的蛇是不会的 黄松告诉我们 经过长期观察和跟踪研究 科研小组决定采取 适度的人工干预 在这里寻找一片合适的区域 通过搭建人工蛇窝的方式 为这一带的温泉蛇 创造适宜的条件 可以搭建蛇窝的地方也挺多 那现在在这个点 应该是最适合的 它靠山 然后它又比较隐蔽 量一下温度 50了吧 50 那挺好的 这处温泉的水温达到50摄氏度 据黄松教授多年考察发现 西藏温泉蛇所分布的区域 地热温泉的温度都在42摄氏度以上 因此这里正是建造 人工蛇窝合适的地点 来小心点 来就放着这儿吧 好 听说考察队要在这里建人工蛇窝 藏族同胞四人和多吉也加入其中 我们要搞一个这个方形的 然后大石头放板 大石头放板 板一板中间是空的 三到五厘米都行 黄教授说 他建造的这种蛇窝 叫隔板式蛇窝 就像建楼一样 梯度上升 最底层是湿度温度最高的地热温泉 随着空间梯度的上升 温度湿度逐渐下降 这种建设方式能够让温泉蛇在不同季节 通过选择不同的空间达到舒适的状态 好 再放第二块吧 从2018年开始 黄松教授和科研团队 已经通过这种方式 多次救助过西藏温泉蛇 你看 我们四周都有空洞 上下它可以自己爬 三到五厘米的这些石头 我们就垫在这旁边了 这个可以 大约两个小时后 在藏族老乡的帮助下 人工蛇窝骨架搭建完成 接下来 队员们需要继续对人工蛇窝 进行完善工作 然后我们上面还要垫土 几个小时后 经过巩固防潮等工作后 人工蛇窝最终搭建完成 这基本上大功告神了 现在呢 就是把预留的那两个孔 要把它拔掉 为什么要留预留孔呢 蛇可以从这里进出 通风 再用一个石头再压在这 咱家看不见 那这里有个孔就在这了 就隐蔽 隐蔽 然后你看我们前面是没有用途觅食的 风就这样通 这就是士族通风 又通风又保温 随后考察队将需要救助的温泉蛇 放入蛇窝 这里呢是九条蛇 是我们这几天在这边考察的时候 就在公路边救助的 有的是晚上它找不到窝 可以冻死的 虽然这是夏天它会冻死的 怎么放生的 这个入口 刚才我们预留的口 你放到它自己就进去了 石头这个位置 好进去吧 看样子你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圣经 还是适合一谈 喜欢的 在这里救助的时候 只能放在这个圣经里面 对对对 不能放到别的地方去 只能在这个圣经 现在据我们刚才 把蛇放到人工蛇窝 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这有很多缝的 如果它不舒服 它会可以从各个缝里面跑出来 然后我们发现没有一个蛇出来 目前为止 就说明它们在里面可以找到 它们很舒适的 温度湿度的地方 在那里面待着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观察 队员们看见 温泉蛇在人造巢穴中 并没有出现不适的反应 黄松这才带领大家放心离开 在自然界中 动物根据环境演变出的 独特习性并不罕见 在非洲 也生活着一种变温动物 就是尼罗和鳄 由于它们无法控制自己的体温 清晨比较冷的时候 这些鳄鱼从河水中爬出来 然后晒上几个小时的太阳 到了中午再回到水中 为了躲避枯暑 它们会躲在12米深的洞穴之下 进入夏眠 专家说刚才我们搭建的这种 隔板式蛇窝 也是充分了解了 温泉蛇的习性之后研究出来的 那去观察呢 工作人员曾在人工蛇窝附近 发现过大量的蛇腿 这说明啊 这个温泉蛇已经适应了 这种隔板式蛇窝 不过 现场的队员们心里 还有几分疑虑 原来就在温泉边 大家都闻到了 浓重的硫磺味 这蛇类不是应该很怕硫磺吗 为什么 西藏温泉蛇 它不怕呢 莫非就是因为 只有它能够忍受硫磺 所以成了这个地区 唯一生存的蛇类 为了验证蛇类 对硫磺的反应 黄松带领大家 回到了位于安徽的实验室 工作人员将硫磺粉 包裹在纱布内 再将这些包好的纱包 放在蛇箱中 观察蛇的反应 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 它的这个箱子里 好不好 这是一条网锦蛇 网锦蛇 我们把它放在 在躲避河里 在河里 对对对 我们把它放在这 看它有没有行为异常 如果它害怕这个硫磺 它会有不正常的反应吗 通常它会长时间静默 我们这么大跑硫磺在里面 它可能会到处乱窜 想逃跑或者是怎么样 它就不安静 就行为异常 一个小时后 蛇箱内始终平静如常 随后 工作人员将小白鼠 放到蛇箱内 卷住了 所以你看 对它一点影响也没有 你看我们放进去 大概一两秒钟 它看到了 它立刻就过来攻击它了 硫磺还在那 随后 考察队来到户外 对野外环境下的蛇类 进行同样的测试 在这里我们弄两道硫磺 然后我们在校园里抓的蛇 我们放了让它回山 它会从这里走 如果它怕的话 它就会避开 如果它不怕的话 它就会压着硫磺 这么走过去 这是什么蛇 这是黑莓锦蛇 黑莓锦 就是在校园里的 很长这个蛇 对对对 两米多长 很漂亮 对很漂亮 起初 这条黑莓锦蛇 久久止步不前 但是过了没一会儿 令大家惊奇的一幕 出现了 走了 走了 穿过了 对对对 你看它继续往前走 是 前面有一道硫磺 你看它不畏惧 是 很正常的 很顺畅的它就过去 通过试验 黄松教授告诉我们 无论雄黄还是硫磺 对蛇本身 并不会产生危害 对大多数蛇类来说 这两种物质 只是不能引起它们的性求 但是并不能导致它们害怕 真正让西藏温泉蛇 成为科学家眼中宠儿 继而展开一系列研究的 并非蛇类是否害怕磺磺 这些简单的试验 而是这个神秘物中的 溯源和生境调查 通过这些考察 能够解开青藏高原的龙生 以及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 这些是竹叶青 竹叶青 对竹叶青蛇 为了揭开温泉蛇的身世之谜 考察队来到了黄松教授的实验室 在这里 大大小小的保温箱内 生活着尖稳腹蛇 竹叶青 黑莓锦等数十种蛇类 你们控制下它的身体 如果这条蛇 它如果绞住我的手臂 我这个手根本抓不住它 它会从这里收回去 狠狠地咬人 咬人 对 咬人很厉害的 头上有大王两个字 大 王 黄松教授告诉队员 由于蛇类生活隐茂 在野外很难详细记录 他们的生活习性 因此只能将他们 带到实验室中 进行细致的观察 待观察结束后 再将它们放回原来的栖息底 最后这样子 你看啊 手一松 盖起来 这就安全了 在实验室一侧 一幅特殊的图示 吸引了考察队的关注 就是中国蛇类 生命树 就全中国的蛇的主要类群 在这里面呢 温泉蛇在这儿 在中国温泉蛇呢 是我们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 但是它的亲切 在中国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 它就叫结疑物种 科学研究表明 距今 约八千万年前的 青藏高原 海拔较低 地势平缓 温暖湿润的气候 繁茂的植被 使得这里成为众多蛇类 栖息繁衍的天堂 其中就包括温泉蛇 和一尺蛇亚科 共同的祖先 后来这种蛇类 一只沿着白令海峡 来到美洲大陆 另一只则继续留守 在青藏高原 各自又进行着 适应当地环境的进化 再后来 随着青藏高原 不断抬升 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寒冷 不再适合 电温动物生存 于是大量蛇类灭绝 而在这些蛇类当中 西藏温泉蛇 由于极强的适应性 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亿万年的地质演变 不仅造就了青藏高原 极端的气候环境 也使得这里成为水热活动的集中区 丰富的地热资源 为西藏温泉蛇提供栖息地的同时 也孕育了高山窝蛙 高原鱼类等特有的生物种群 独特的食物链 以及微型的生态系统 让西藏温泉蛇在这片区域内 繁衍生息 西藏温泉蛇的存在 不仅是地热异常的标志 也是高原龙生的活体见证 这个物种体现着青藏高原龙生过程 对生物形态和习性的影响 为学者们研究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提供着新的视角 寒冷干燥的青藏高原 就像是一个生命的竞技场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是自然界永远适用的法则 而明显看似温顺无毒的西藏温泉蛇 是这场生存竞技中的优胜者 在数百万年的自然变迁当中 人类的历史不过沧海一粗 但是当代人有幸得意通过科技手段 破亦暗藏在古老生物种群基因当中的密码 获取自然变迁的信息 这些信息也将为人类保护 不同种类的生态环境提供帮助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